多謝主席 輛仔中央公園造價超過4億4千萬 自2012年啟用以來 原來不少設施出現老化、故障、殘缺等問題 雖然當局進行多次修補工程 但問題依舊存在 近來當局決定耗費2千萬 改善公園兒童休憩區環境的設施 再次引發社會的關注、市民擔憂的不僅是公共開支的問題 更加關心是公共建設質量的問題 甚至是整個公務範疇的缺陷 事實上近年本路公共工程超支、超時的情況屢見不鮮 員工後又不時出現各種脫漏問題 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工統開展、修補工作 當中公屋可以說是工程質量問題的重災區 例如居雅大廈出現流水、興業大廈出現天花牆灰的目落、清移大廈出現水浸、 而湖半大廈出現爆磚和地下停車場的地裂 質量問題全面開花、沒有人需要問責 對這些問題政府的解讀是人手不足、沒有辦法實施厭密的監控 沒有辦法確保公共工程的質量 正如司長所說 這麼多工程要跟不出問題才出奇 但是人手不足是公共工程質量差的主要原因嗎 為什麼公共工程總會差人一等、萬人一拍 如果連政府官員都認為這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又怎麼可能做到質量監管的工作呢 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情況呢 人手不足不能夠成為公共工程質量問題的擋箭牌 官員的施政理念、公共工程鏡頭和監管的機制 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社會質疑為什麼政府不盡快建立補償性違約金的制度 提高承建商的違約責任 為什麼工程延誤、監管公司不用負責任 反而可以增加服務費呢 面對這些有為常理的情況 政府是不是應該有所作為呢 期望當局能夠深入檢討 改變不正確的觀念、正視問題、解決問題 完善公共工程、監管和監管的制度 糾正習以為常的不合理的工程聯象 做好公共工程的守門員 多謝